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曾经被彭博通讯社干了一把 而被彭博通讯社干那一把的时间 正好同一天 在英国的一份报纸当中 当时目标冲的是胡锦涛 那是同一天发生的 在我们《金日点击》的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过 所以我们当时就跟大家分析 说这是曾庆红使的坏招 非常坏 而这种招使出来 就是他把料放出去之后 产生什么样的作用 炒得越热闹越好 至于是真是假 对于他无所谓 对于只有当事人 自己去申辩是真是假 对不对 关键是要让他产生作用 然后翻过板来 在中共内部的政治局 政治局常委和利益集团的打斗当中 以此作为一种说法 来干掉对方 我们能够看到的 其实是整个江家帮的利益集团的邪恶那一面 这是我一再跟大家分析的 2012真相大白 我们看到的是真正的邪恶的那一面 西方的有些通讯社在相应的资料当中 无论他出于什么样的 在他的角度来讲 出于什么样的操守 但他背后的操纵他的人 背后的那种操纵的力量 却直接反映到中共最高的权力打斗和利益集团 为什么这么说 昨天彭博通讯社出了另外一条消息 极长的一篇文章 揭露中共原来八大老家族的财产情况 和他们之间的瓜葛 非常长 到现在我没有看到一篇翻译文章出来 有一个梗盖的文章出来 那我们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这时候出 法广的把他的一个梗盖情况说了一下 文章题目这么说 彭博社揭露中共八仙家族 积连巨额财富 彭博通讯社昨天26号 在其网站登了一篇文章 介绍中共八大家族之间的关系 针对中共原来的领导人家族 邓小平 博一波 陈云 宋任琼 彭真 王震 李先念 杨善坤 他说文章整理搜集是来自于中国美国数千页的企业申报 财产记录 官方网站以及档案资料 绘制了一个极其错综复杂的关系网 那这个关系网他他太复杂了 那文章写的也太长了 我相信不久会有人把它翻译成中文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介绍基本上就是这么个介绍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张图片的就是彭博通讯社的原文的这个所在地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概念 那整个我们介绍情况就在这 我想跟大家分享 要注意的一点 这是26号彭博通讯社登出来 24号江家帮 整个江家的人马在这个大纪院开的庆功会 其中还包括韩正 其中也包括这个外交部的部长姓杨的 而这个所谓江泽民提词提诗词呢 包括现在的刘延东 这个政治局委员都参与进去了 他表明什么呢 表明一个概念 江家帮的势力呢 重整人马 有信心的血液呢 掺进去了 而另外彭博通讯社呢 在此之前披露的被披露的人呢 是习近平 但他这一次为什么披露这八大家族呢 直接挑战太子党 这八个人都死了 而这八个人的家里的孩子 在掌控着他们家族的势力 而家里的孩子 跟习近平是同样的太子党的概念 家族的概念 我们知道前面大家一直讨论的 习近平的操守做法当中 他遇到最大的冲击 将是什么呢 利益集团 而这个时候 彭博通讯社拿出八大家族 向外面表现出 这是不同的利益集团 你习近平要以八条也好 十条禁令也好 你想挑战利益集团 你先挑战跟你一样的太子党他们家 这唯有曾庆红出此坏招 我跟你说 唐朝最鼎盛的时候 对吧 唐王啊 最鼎盛的时候 我们知道他是怎么来的呢 玄武门之变 对吧 这是大家都明白 玄武门之变之后 那唐王才真正的掌握了 巩固了掌握了他的这个权力 才整个把江山 把整个唐朝带入到鼎盛 其实朋友可能会说 啊 陶哥你这不是要 要鼓动习近平要干 杀人 要来这么一手吗 你不杀他 你不弄他 他一定忘死了争你 所以彭博通讯社的这手活 一定来自于江家邦 一定直接将挑战整个习近平所同属的 太子党内部的团结 触及到的人马 是更多的太子党被引荒进去 所以非常狠 这是党内斗争 是你死我活的 是不是习近平怎么干 那我觉得呢 这是他自己要怎么干 那我说呢 他再次表明 共产党完全一定是烂透了 只有我们想不出来的 没有他们做不出来的 你记住 只有我们想不到 没有他们做不到 他们是魔鬼的魔鬼的魔鬼 他爹 才会出这种事 大家就咋嘛咋嘛 后面我相信呢 随着彭博通讯社这篇文章被翻译成中文呢 会有更多的料被暴露出来 苹果日报呢 针对这个七个常委 爆出自己的家产呢 写了一篇评论 其实我们当时也跟大家评论过 那些房子可都是单位分的 都是他属于那级官员而分的房子 所以没有任何私产 这是我们当时就提出来 所以到底后面会怎么样 很难说的 那苹果日报这篇评论的题目是这么说的 禁论中国 中共常委到底有多少房产和存款 文章讲说 新华社连续三天刊出了中共政治局七个常委人物的特稿之后 海外媒体又公布了一份 据称是来自于中纪委的七个人材料的申报资料 曝光了他们所有人的名下的房产和存款 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跟大家分享了 他这么做 七个常委这么做的话 他的结果将直接冲击到利益集团 所以这都是配着来的 我们先看到这七份材料 就是说政治局常委的七个人的资料 有多少房子 第二天 彭博通讯社登出了八大老家的 所谓他认为八仙的家里复杂的关系 现在的打斗超过了十八大值钱 文章接着讲说 新华社的七篇人物特稿 内地爆章自然在显要位置刊登 但西方媒体显得非常的冷淡 根本觉得这是胡扯 紧接着讲说 反而大纪元网站公布的七个常委的财产 更受瞩目 那其中包括习近平 包括李克强 包括张德江 等等等等 所有的人的资产都被罗列过了 他就讲说 据悉这些资料是中共高层协商之后 拟定对外公布的内容 那目前正在评估可能会引起的社会反应 咱们已经跟大家说了 我们也跟大家分析过 他这些资产等于没公布 因为这些资产都是单位分的 如果按照这个说法 他下面的官员都可以按照这个方式去公布自己的资产 可是当按照这个方式公布自己资产的时候 王岐山在反腐过程中就会抓到他们的小便子 当下属官员按照政治局常委的方法去公布自己财产的时候 申报自己财产的时候 牛脸王岐山就问在你名下在金融街还有三套房子 怎么回事 你骗我 整你 对吧 但下属的官员 你比如说张德江也好 他原来在一块赚钱的人会说张德江在骗人的 我们就说这意思 那底下下属的官员 你要用这招整我的话 我说张德江手里头还有八套房子 我知道当时一块我送给他的 你不就打成一锅粥了吗 所以这就是我说他在公布房子的时候 以这种方式公布房子的时候 就引发了后面的更大的战争 但是呢 彭博同心社来那首活呢 就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他讲说 问题在于中国并没有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没有相应的核查监察制度和相关的责任追究制度 这些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受到质疑 这是 那我个人觉得真实性呢 它可能是存在的 因为呢都是单位分的房子 但是它的真实性在于呢 可能手里有十个房子 他只说这两套房子 对吧 完整性呢 我觉得是 那至于说 公司这个国家的财产申报制度 这是另外一回事 他现在没有什么制度不制度 他现在就是要获得民心 而这种操守 习近平现在的做法 自然会与江家人马 与其他的异议集团有冲突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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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